奥特曼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在这里和大家讲一次新年快乐 那今年的这个新年比较特别啦 因为 MCO 的关系 我们都不能出门 所以相信不少人都会把心思放在这个家里面复制家居 除旧隐形 然后像我们这种爱车的叻 就会复制我们的这个车子一番啦 那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其实就是我朋友的这个隔日模的店 这一间店哦 不要弯弯啊 它的这个 Google 的 rating 是 14 年 8 分 你如果在 Google Search Best Team Shop 不重 就会找到这两边了 So 为什么我也在这里呢 因为 我们的这个李总老李的车呢 它的这个隔日模 就起了这个皱纹 波浪啦 所以需要更换啦 这个其实也不是美观的问题是 已经是会影响到这个驾车的失线还有安全性了 So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我们也就顺便为大家解释一下 隔日模的这个细节 所有细节 好与坏 怎样分辨 等等 等等的 有兴趣的话 先讲一下 这个不是业配 So Let's go 那讲到隔日模提师 我本身也不是什么专家啦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请一个专家来帮我们解释 那就是这间店的老板 William So William 可以跟大家解释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这个 Care Crew 的这个创办人 我们这个 Care Crew 的品牌呢 在市场上也有 18 年了 所以这一路来呢 都对这个产品的认识呢 都必须很了解 所以你算是行家啦 可以算是 可以算是 因为对那个纸的认识 必须要有 因为我们 是呈现给顾客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了 桌上 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所谓的隔日模啦 我讲真的 我是真的是看不 看不懂啦 到底有什么分别 So William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其实隔日模 怎样去分辨好坏啊 然后有多少种 最大主要是分成四种类 四种 四种类 一种是颜色体的 嗯 另外一种 就是接下去就是 个热体的 个热那个用这个个红外线体的 IR Firm 下去呢 就是这个 陶瓷体 Ceramid Firm 然后 在高端一些的就是 Sparted Firm 就是这个 金属体 那刚才你讲的这个颜色纸就是最普通的 颜色体来说 主要就是它 是会注重于 怎样配出那个药的颜色 来阻挡那个 视线 阻挡光线 所谓的阻挡视线光线而已啦 然后它的个热体来说 都不高 然后这个 IR Firm 来说就蛮注重于 就是说它要把这个 原料 IR 原料我们有分 ATO ITO 的原料 大家可以上碗查一查 OK OK 这种原料就是加进这个 隔热膜里面 把它形成有一种 那个防护隔热的效果 不过这种隔热体来说 它有一个 我们叫做 饱和点 到的那个饱和点 那个热就会进去了 在怎样 就是它放到极高的这个 这个 IR 来说 它有一个 饱和点 所以就是讲 我长时间暴晒之下了 它就可能会 它会形成 穿过去 然后它会累积成 你的那个 那个室内或者是这个 车内 会储存着那个热量 不容易散去 接下去就是这个 陶瓷 像陶瓷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叫做 Ceramide Ceramide 对 它是一种 个热的 体 个热原料来的 所以它又是另外一种 配方 这样子的 另外一种 ingredient 是的 那有了这个 它的隔热方面 就更加的好 对 因为陶瓷来说 它在隔热方面 有一定的效果 陶瓷它 加了那个IR 下去 哦 OK 才可以把它做成 它的有带了这个IR 然后又有陶瓷的 料纸在里面 来令到它的这个效果更好 表现更好了 对 然后 在 最高端的还是我们叫做 Sparker Fram 或者是Multi-Sparker Fram Sparker Fram就是金属 或多层次的金属 多层次的金属 是最高的 那个来说 一般上来说 为什么会用到金属体 因为金属体来说 在散热方面 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因为 当你那个金属体 暴晒了过后 把你冷气 你有那个 冷的那个温室给它的话 它很快到金属会解热 哦 所以就是讲这个金属 它的散热是比较好 对对对对 它加上它的散热 然后高级的金属品 所以 体来说 是有用这个 银 我们讲的 银 或者 Titanium Tide 这种金属品来做成的 你讲到金属 我很好奇 其实 它会不会 氧化 然后深数之类的 在现在的科技 都已经是到 这个 纳米 纳米科技了 它可以把那些金属打成很幼 很小的分子 所以 氧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那既然行家都在这里了 那接下来我就直接问行家好了 Villiam 市场上我看到 时常看到这种 有很多种不同的价钱 有那种很便宜很便宜的 可能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颜色纸啦 然后有些是很贵 已经是我觉得是 添加的这个隔热纸了 你可以大家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这个落差 这样子在制作 这些 隔热膜的 那过程中 就是我刚才说 提到的那些 隔热体 嗯 那个 还有它的胶 嗯 还有它的 Headframe 我们讲的它的膜 膜的清晰度 会带给它的产品的那个价格 那个 就是它的成本 成本 这些会影响到成本 对对对 它的全部这些都是 成本的 这个考虑在里面 如果你要做 那些 便宜的话 其实你都是用比较 二三级 C级 D级的 那些原料来做这些方面 这样子 它的价格就肯定的是低了 嗯 所以你要高的话 这样子你全部都是要用在 A-Grade B-Grade的那些东西来做 嗯 所以好像这个A-Grade和C-Grade 它的分别除了是它的这个 隔热表现 它甚至它的这个你该讲到这个 四线那些它的清晰 都会有分别啦 都有分别 每一种原料在制作这些产品的时候 每一种原料都有分类 啊 所以才会来 这个定下它的那个价格 都 那个位置在哪里 像我问你一件啦 你以你的建议的话啦 我们应该拿怎样 类型的这个纸 是比较 比较好 比较适合 啊如果你在这个 预算的那方面来说 你觉得你的车 啊 不是说 时常在外面跑的 嗯 这样子你在 选择性 你可以选择中等的 所谓的 啊 啊 啊那个 可以在 让你就是说在驾驶的时候 怎样都好 因为驾驶的时候有空调 它还可以 有这些效果的 个热 如果你要好的话 你必须选择就是 陶瓷 嗯 Ceramide 或者是 最好的就是 Maudit Sparta 啊这种哦 会令到你哦 这个在个热那方面来说 达到一定的效果 就是 就算你 你把你的车 在这个 太阳底下 两个小时 你进回去的话 你不会感觉说 怎么样的 很辛苦 完全很烫手那种 因为 它的个热体 有它的那个 程度的 所以 就是讲如果我的车是 时常会要 发在外面 就是晒太阳的话的 这个金属类的会比较适合我 那肯定啦 因为你一上车的时候你会感觉 很闷热的那种的情况 如果你说 有了这种 纸的话 你 不可以说 我安装了 很高个热 90多的 然后 发了一整天不热 不可能的 因为车身还是铁 然后里面 会通过来那个热 进来 而不单单是玻璃而已 但是玻璃有了这种的 这个个热 磨来说 它会很快的 让那个热气给消失 热气给消失掉 所以 William 其实 这个安装的手工重要 很重要 安装过程中在处理镜子 清理方面 还有就是在 Trim 就是各 那个磨 纸磨出来 它的这个 size 我们讲它的这个size 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 因为在你安装上过后 你所得到的效果 那个 美观 和它的那个 用法 用处来说 之后 不会带给你那些 defect 我们讲的 defect 都是 会考虑在内 对 因为我看到有些车 撞了个人 某个人就会有那种 好像气泡 然后有那种一点一点的问题 这些是手工的问题吗 对对对对 如果是说它是在安装之后所看到的 那个肯定是手工啦 但是它如果是安装过后几年 看到的 可能一年 两年三年看到的 那个是 其实是胶本身已经是 出了问题了 因为一般上来说 大多数都是会发生在后境 后面的Demister 为什么 因为Demister 其实Demister的线 都有一些小小的那个空气 空间 然后 就是 太阳晒 热 这样冷缩 热这样冷缩 那脚 能不能 抵寒 顶到这种的程度 顶多久 那个脚就很重要 所以这方面其实这个 隔热膜的脚 它的GAM 也是很重要啦 对对对 很重要 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其实也是要选GAM好的 啊 就选好的产品来说 肯定它们都是 一般上来说 都是配上好的胶 因为它们不会 不可能 为了减低这个 那个胶的cost 而把它产品给 给破坏掉 So William 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牢里 它的这个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皱纹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有呈现的 好像那些 浪 对波浪 波浪 波浪的形状 其实 这个是因为它的胶 它的胶已经是被破坏了 哦 它还会有这样的呈现出来 嗯 因为 也经过 如果是说经过多年的 暴晒的话 其实 它这个 Tinted 哦 它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就讲这个胶 其实它是会 慢慢退化老化的啦 是了 那越好的胶就越耐 越好的胶 它的时间 比较耐 会比较长啦 就比较长 OK 然后我注意到你们有 拆这个门板 嗯 有 是需要拆的吗 OK 刚才我所提到的为什么 我们在做这个 安装的过程中 必须要考虑到 那个纸的 下面的部分的进度 所以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 它的这个 Scraper 那个骨 给拿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纸 给放进去 放个下去 下去一些 所以会令到它的那个纸 比较耐也比较强 在如果是说 用到那种防暴纸的话 嗯 它的拿捉度也比较强 哦 就是OK hold 着 hold 到比较好 对 哦 所以 有拆门本是比较好的啦 是的 我们不会整块拆的 现在的车 一般上来说都是 拿上来而已 它的那个 那个 Rubber Scraper 拿上来而已 不需要整块给拆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 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啦 就是纸 越安 就越好 是真的是这样是吗 未必 未必 因为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试一试看 一样都是这样子暗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那个 个热效果 因为 暗 其实是给 带给它 是一个 一个 这个我们 Element 就是 夹在它的 Total Solar Energy 里面的 一个 增加那个 个热而已 但是主要的话 还是要看它的这个 个热体 本身 是什么料子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讲不一定是越暗就越好 就越隔热 不是 不是 那其实我实际上看到就是 我去隔热店家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 他们会有一个 List 出来 这样 隔热程度多少巴仙多少巴仙这些 所以这方面我要请教你 如果说这个 单靠这个 Reading 来看的话 是准吗 一般上 打开 我们做生意的 我们都是放那些都是根据性的东西 做一个参考 参考 其实是一个参考 但是 那个不能令你知道它是什么 种类的质 它只是可以给你知道 它的各 UV 就要各 那个紫外线 几多 各红外线 几多 然后 Total Solar Energy 有没有帮 有些有帮 有些没有帮 Total Solar Energy 其实是包含了整个 这个 各热体的那些 不一样的 Element 不一样的因素 IR 这个 Material 和 VLT UV 这些还有那个 Reflect Reflection 对 也是有帮助到的 所以才会合成的一个叫做我们所谓的 Total Solar Energy 就总 隔热 它的这个表现 这个东西有没有来一个 Guideline 还是一个参考 就是讲多少发现以上是好啊 还是怎样 有吗 比方上选择现在 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来说 如果你要有一些 这个比较好的那个隔热的话 都必须要选择 啊 各热体有80块以上的鞋 各热体是 有英文名吗 这个 这个 IR 各热的话 都必须要有80块以上 啊 如果是时常在外面 就是说 晒太阳 暴晒 这样子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看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料 嗯 它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这样 IR 的材料而已 单单 IR 的材料而已 又怎样 如果 Ceramic 的材料怎样 然后 Sparta 的材料又怎样 那个又有给你不一样的效果 嗯 所以就讲 同样都是80% 可是不一样的材料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表现 对啦 所以为什么它的价钱 80% 的会有不一样的价钱呢 这个就是它的 定义啦 所以我所以 简单来讲是我不可以单靠这个 Reading 来 来 觉得它的这个表现 隔热表现好不好 对 这样要讲 讲讲看才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是我要的东西 还是呢 就是说你们要找一个这个 就是 比较 有 有 Trusty 的 就是比较有信誉的这个店家 信誉的 商家 给他试一试 参考一下 就是啊 所谓的那个 隔热的那个 满意度 去到哪里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 那个照热的仪器来做 哦所以你们是有特别的仪器去示范那个隔热的 有有有 对对 这个方式是最 最准确的啦 最准确的啦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高隔热的那个 IR 灯 门外线灯 来照射 照了皮肤会很痛的那种 所以 所以你会 就好不好的话 你会有一个那个感觉在那边 OK 基本上就是 这是最基本的啦 先选择这个 这方面的那个隔热性 而不是说 靠这样的 就算你靠那个 Meter 来 test 的话 80% 可能有一些给你的好 比较好的感觉 有一些未必给你好的感觉 都会有 所以就算我用仪器来量的话 也未必是准的啦 未必 因为它的料纸不一样嘛 就好像我所说的嘛 所以那个材质真的是很重要 对啊 来做一些示范喔 就关于这个 你刚才说 说 Rivo 的就是 黑的纸 是不是比较个人好的纸 这样你选一下 哪一个比较黑 如果选的话 你叫我用眼睛看的话 我一定是选这个啦 比较暗嘛 应该是比较个人比较好 OK 这样子来 你可以把手放下去试一下 这边 隔热体对 有那个热量 很热一下我 对 它大致上来说 没什么差别 是耶 但是这个是有隔热 8-90% 的话 你会感觉 哇 我几乎感觉不到那个热量 不大有烫爽的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就是分别 它的分别 然后你说更亮的纸 来说 这个 是更亮的纸 嗯 也是一样 我们拿这个 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很暗嘛 这个很亮 很浅 这个就是这个 Maudit Sparta 多层次的这个金属纸 这样子你可以放下去看看 尝试一下 哇这个更夸张 这个几乎是完全没有热量 它引擎 这个散热功能 它可以喔 它的热不透过 它就 很快的把它散去 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耶 对 它的分别就是这么样 OK 所以这个是多层式的金属 对 能不能爆晒 那个就是 不一样的厂家 那个还是特别 还是要必须要注意的 所以朋友们 这个材料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有差别 那其实就像 William 讲了 这个可热膜 除了产品以外 其实这个店家 它的服务还有它的手工方面 知识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对 这一方面是想要 知道更多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考虑来他们的店 来看一下 参观一下他们的这个产品和 他们做工的方式 先讲 这个不是业配啊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这间店喔 他们除了有做这个 这个可热膜以外啦 他们还有提供这个 coating 以及最近很流行的这个 PPF 这个服务 那 其实现在很多人买新车的时候都会在 犹豫啦 要做coating还是做这个PPF 我本身也是不懂不太懂的 so 下一期节目我们会为大家解释到底什么是PPF 然后coating和PPF又有什么差别 有兴趣知道的话 就敬请留守我们的频道好了 好啦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记得 告诉我们在下面 comment多多啦 和我们分享你的这个看法 又或者是你对这个corona方面有什么 心得还是经验的话 你也是可以和 我们交流啦 so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还有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是小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